好 現在最後一題 一樣啦 就是哇哇哇哇 然後球一大堆 做法就跟剛才一樣 方法一 帶V等於IR 算什麼帶什麼 算R1帶R1 算R2帶R2 帶它的電壓電流電阻 第二個是用併聯跟串聯公式 該箱加該箱等或怎麼樣 這個就揪出來 好 告訴你 所有電阻都告訴你了 然後呢 通過了總電流 就是那個 B就是總電流嘛 串聯總電流嘛 是5A 然後就問你第一個問題 BC的電壓 這很簡單 就直接帶V等IR就可以解決了 因為你就知道 你BC的電壓就是R3電壓嘛 你已經知道R3的電阻 也知道R3的電流 你就會求出R3的電壓 這簡單小事情 簡單小事情 停車 再接著問 這位叫做 7-7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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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小题问你R1的电流 R1就是上面的电流 如果你要用V等于IR 目前看起来有点小啰嗦 因为你没有电压 这个题目里面条件完全没有电压 你如果找不到电压 你就没办法带V等于IR 那么怎么办 你只知道全部的是无安培 走进来分两条路 一条路叫做R1 20欧姆 一条路叫做R2 30欧姆 那可以用笔的方法做吗 或者怎么样吗 OK 我们前面讲过笔的嘛 电压一样 电流跟电阻层反笔嘛 那所以无安培流进来会怎么分呢 然后一个人会分多少呢 OK 我们找一位大帅哥 这位大帅哥叫22号 哦 太实了 太实了 多少 多少 3 3安培 你做 我们要用这家的就是所谓的电阻 所谓的电压 然后电压就是R1和R2并连的电压 然后用这个并连电压去求 然后并连然后进去做综合的找 OK 好 好 并连电阻 我去求这个电阻 我去求他的电阻 求他的电阻 好 算出来 12欧姆 然后呢 这里的电流是5安培 通过整个并连是5安培 所以带进去 算出来是60伏 所以那个并连的总电阻是 左手边并连总电阻是60伏特 好 然后呢 所以表示R1也是60伏特 R2也是60伏特 所以带回去 就算出来 3安培 我在这里的讲解没有用笔的方法做 因为通常可以用笔的方法做的人的数学要比较好一点 才可以要笔来笔来笔来就出来了 所以我用慢慢做做给你看 OK 那 R4呢 你可以比照刚才的方法再做一遍 或者是用笔的方法去做 求出R4的电流是多少 你可以用我刚才的方法去做 想办法找到R4跟R5的电压 R4R5并连过来的电流是5安培 你可以求出R4R5并连的电阻 就可以求出R4R5并连的电压 然后呢再等于R4的电压 然后再带一次V等于IR 或者你可以用笔的方法做出R4的电流是5安培 所以我们停车战界问 请问你 R4多少安培 我 来 16号 16号 你的答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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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跟你讲是你在干嘛 你也别想 跟你讲是又不止你一个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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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跟刚才做法一样 刚才做法一样 我们先求出R4R5并连的电阻 然后呢带入它的电流求R4R5并连的电压 然后呢并连的电子就叫导数 增加的导数算出来是8欧姆 然后呢它通过的电流是5安培 所以呢电压是40伏特 所以右手边的并连是40伏特 这是并连的总电压 就等于每个的电压 所以R4的电压也是40伏特 所以呢带回去B等于IR带R4的电阻 带R4的电压 求R4的电流 所以算出来答案就叫做4安培 所以答案叫4安培 OK 就是第三个 再来AB的电压 这个我刚才其实已经做出来过了 我刚才已经做出来过了 已经解决过了 我刚才是用所谓的R1 R2的并连电阻 带R1 R2并连的电流 去求R1 R2并连的电压 那其实如果你晓得你R1的电流 你也晓得R1的电阻 你也可以求出R1的电压 R1的电压就是并连的电压 这也是个方式 所以你的想法可以很多种 那请问你AB间的电压是多少 过程刚才讲解的过程中 事实上我已经算出来过了 要找个男生 没有男生 还是没有男生 为什么都抽不到男生 3-1 你说50哦 50哦 请坐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过程 我们已经计算过了 它就是60伏特 60伏特 OK 然后AB间的电压就是60伏特 我们刚才用什么做的 我们刚才的做法就是 求出R1跟R2并连的电阻 然后带入R1跟R2并连的电流 然后就求出R1和R2并连的电压 电压 这都我们做过了 OK 那你其实你用R1的电流 跟R1的电阻去算 答案也是一样 那请问你A2之间呢 A就是总啊 全部啊 总啊 方法一 用总电阻 用总电流 去求 总电压 方法二 刚才过程中 我们已经算出来 左边并连的电压 也算出来右边并连的电压 也算出来R3的电压 那把上个电压怎么办 加起来 也是个方法 看你要怎么做 都可以嘛 就所谓的 利用串联并连公式 或者利用V等于R来解决嘛 OK 好 所以帅哥美女 这位 叫做 13号 13号 26 请坐 答案叫做 我们有两种做法嘛 一个就是串联 把它全部加起来嘛 电阻串联 总电阻 等一下 我是不是 哎 为什么 然后总电压 总电流 好 第二个方法 总电压就是R1 R1 R2 并连电压R3电压跟R35并连电压嘛 加在一起嘛 加在一起 所以就是60加30加40 这刚刚算出来过的 OK 算出来过的 这个130嘛 130嘛 130嘛 130 然后呢 再进去 电流 总电流是5嘛 130 所以答案是26 没有 我刚刚刚在讲的过程中 我把它误以为 我要讲的 求的是电压啦 不过想法是类似的 反正就是一个用总来算嘛 一个是用总来算嘛 一个是用总来算嘛 那再不然就是 每一个 每一个电阻都告诉你了嘛 你就可以用并连串的东西 求出总电阻 也是可以的嘛 也是可以的 所以刚刚 虽然我把它误会成 我在算电压 讲错话 可是想法是 一样 想法是一样的 OK 最后 电压多少 我刚刚讲过了 我刚刚讲错话那个 总电压多少 我讲过一样 两个方法可以做嘛 两个方法可以做 两个方法可以做 一个是总电流 总电阻 一个是总电流 总电阻 去求总电压嘛 一个就是把三个电压怎么样 我刚才在讲解的过程中 已经算出来过 把三个电压怎么样 加起来就好了嘛 加起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总电压几伏特 总电压几伏特 我们要找的人叫做 24号 哪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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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哪里 135 第6还是第5啊 135 125 125 130 130 对 总电压 对不对 对 我许 你们 会发现 对 对 我许 会发现 好 总电压就是 好 刚才在这里已经算出来过 就是60加30加40 这是用什么公式算的 串联公式算的 这是用串联公式算的 所以130 你也可以用所谓的总电压 对不起 你可以用所谓的总电阻 总电阻带总电流去求 总电压也可以 所以答案就是130 这是我们的 练习时钥的第6题 可以吗 OK 请写课堂练习